生孩子会变成夫妻两个之间的危机吗 怎么会这样 这是现在日本发生的这个血淋淋的事情 就是产后危机 这个变成跟现在产后犹豫症一样的严重 到底这个小孩出生之后呢 小孩跟老公 谁应该要放在第一位呢 那么甚至有人说 有小孩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就只剩下小孩了 那么这个父母亲的之间的关系之外 对先生的恋爱感已经趋近于零 好严重 那么还有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 这个女人很自然 怀胎十个月准备很久 要当妈妈已经心理解释很久 解释了快一年了 这个老公要切换到爸爸模式 好像切换很不容易 那么小孩出生之后 很多爸爸还是觉得说 我真的当爸爸了吗 常说这个小孩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在讲别人的他 那是你的小孩 变成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那么先生对于这个家 家事还有育儿工作投入的程度 以及对太太的体贴度 就是产后这个夫妻之间 生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所以说这个产后危机 已经跟产后有语症 在日本一样的严重了 产后危机这些事情 父亲的角色要相当重要 有没有协助家里面 就是孩子不是只是你一个人 不是只是妈妈一个人 对啊 你要帮忙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co-producer啊 就是一起的啊 对啊 那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老公可能还真的会有一种 这个小孩 我真的当爸了耶 然后就看 他会在婴儿床上看婴儿看很久 我现在看什么 他就是你的小孩啊 就是他真的会有一种 还进入不了那个角色的关系 那没有办法 可是我后来发现 尤其是男生 你每天都要出去工作 像不像我们 有为了小孩子会比较会牺牲 那我就会把我女儿 所有的照片影片 我都用录的 然后女儿最近发生的什么事情 全部都是用录的 然后等他回来 要换他接手 像可能今天我来忙 我来工作的时候 他就不会慌 这交接日志的概念啊 对然后让他也看不到 他在上班的时候 他没看到孩子成长的那一段时间 其实这样很多耶 一天可能有八个小时 或者是九个小时看不到 可是他有看到影片 所以人家搭配的还不错嘛 问一下新手爸爸 刚刚我们就说这个切换模式 你是刚切换嘛 去年12月嘛 我的身份从老公变成爸爸嘛 可是我们不懂 一路讲这个 你老公是在土城看守所啊 因为我老公工作比较夜生活 对 夜生活啦 但是我虽然从老公变爸爸 但是我基本上我生活没有太多差别 因为真的啊 我们还没生起来的时候 你去问你太太有没有很多差别 一定有 她唯一的差别就是脑袋变比较笨一点 然后身材稍微走样 没有没有应该不止这些差别 因为他们这些妈妈的 其实我们完全是 我最讨厌爸爸说没有差别 不是因为 因为有多少人了 全国一半的观众现在都容易了 不是因为就是说 爸爸都出神经耶 不要讲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在我们还没生小朋友的时候 基本上我负责除了外面赚钱以外 对 我还负责家里所有大小的事情 比如说洗衣服做饭做菜整理 我老婆基本上 她就是很简单就是早上 那时候还有工作 去上班回来家 她就等着她就吃饭 吃饭也不用洗碗 她就看电视 那后来现在生了小孩子 她家多一个工作就是喂奶 但她也少了一个工作 她就不要去上班 哦就专钱 所以基本上而且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 会帮忙做家务的男人 不是帮忙 是全部都我做 好感人哦 我一直开玩笑说 我老婆后面一定有点像植物人了 哈哈哈哈 对 可以照顾的太好了 就是全心全意照顾孩子 那我也给她很多的协助 甚至很多心灵上 身灵上都有啊 都需要 这种薪水我爸爸很难得 太难得了 应该颁个奖牌给她 不是因为我跟我老婆才11岁 我必须要很疼她 哦 对啊 所以 所以基本上我是很开心 我也没有说像 像雨露她老公看半天 那除非长得真的很不像 哈哈哈哈 长得超像的 你也DNA 她一直看 这到底是我的小孩 因为她会觉得 她会觉得小孩子 怎么每天都在变 然后就觉得小孩子 你知道 我觉得父亲 她在欣赏啊 可能吧 而且是女儿 我觉得还好一开始生的是女儿 对我也是女儿啊 我的女儿会让爸爸融化啊 前世的小情人耶 生女儿 我那个时候刚去照超音波 我以为你说业DNA 我业手 我滴血好不好 然后因为我是独子单传 那我真的很希望DNA是个男生 真的吗 因为最爱是没有性压力 幸好现在女儿还看不懂电视 对 看来就两个爸爸 你怎么这样讲 然后我们穿越一招出来 历生说 恭喜你是女儿 然后我老婆其实就哭了 她说 因为我爸 她说她会脸酸鸣 她说你看 我们家的基因 然后你们家 对不对 你们家三姐妹 前面生了三个女的 后面生一个女的 然后你们家又三姐妹 我跟你讲这次一定会翻盘 一定会生一个男儿子 结果一验出来 女儿 其实我心里有就 哎呀 没中 然后我老婆说 她很可惜 她说没有帮你 没有帮你生个儿子 再生一个就好了 后来生个女儿 才温暖才开心 就是 而且我去陪产 她进产房 生出来 我也没有说像一般人哭什么 我就想 好爽哦 而且我还盯着她的伤口 小孩子从子宫里面拿出来 我看她 我就跟我老婆讲说 老婆你辛苦了 我爱你辛苦了 其实女人要的不多 就是要只有 你知道她很用 抱 对啊 你们父亲两在有这个小女儿 这个报道之后 生活有出现什么改变吗 就睡眠不足吗 睡眠不足 这第一个 第一个 睡眠不足就很难浪漫 真的 睡眠不足就很难浪漫 你每天都很累 你就只想睡觉 那我很恨 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乳房 哈哈哈 因为这个事情 喂母奶这个是我们唯一一个没办法去帮忙的 去帮你的 你可以帮忙按摩呀 我跟你讲 我还帮忙 这不要能不能播 可以播 很多人都帮过这个忙 我挤奶挤到肩膀绕枕 用针筒息 然后你一直持续这个动作 肩膀不能动 第一胎真的要收集母乳的时候 真的很痛 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在节目上能不能播 我还帮我老婆 因为脏奶 筛筹息 帮忙吸 真的 其实你很体贴 不过听说你一开始有因为 你觉得生完小孩之后 怎么老婆打理家里的速度变慢了 有点增异 好是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前面已经讲到就是 我都是我在做 因为他 我老婆他基本上 他算是一个小小的妈宝 他在南部的时候 因为都是家里的人 帮他打点 对就是很宠他 老妖嘛 那我就是 我17岁就上到台北 所以我什么事情 我都会做 缝衣服啊 修电器啦 然后结果后来 我现在要去拍戏 那他带孩子 他也不用上班了 可是我不需要 我回到家 我就发现 怎么家里会变得就是 这么 我很喜欢东西 摆得很 很整齐 很整齐 很干净 我说你难道除了带孩子 你都不能做别的事情吗 你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 你奶瓶为什么不洗 你放在那边 然后你尿布 什么都是 这个包完就可以丢的东西 你怎么不顺手做呢 后来 他跟我解释很多 他说 这个孩子 叫老公来给你学一下 因为都是我跟老公这样讲 然后我想说 你有这么难吗 他睡觉你就可以做了嘛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因为他也想要睡觉 对 因为他唯一能睡觉时间 就是想要睡觉的时候 所以他很多事情他没做 那后来我就 他累瘫了 根本没有办法 没工作 后来我就说 后来我以前我们还没生小孩之后 还会吵架 动不动 你这怎么会 生了小孩之后 我们吵架反而变得很少 有吵过两三次 大一点的 但是也是在大概五个小时内就结束 对 因为我知道我不对 要不然你来挨一刀看看 你要不要试着挨一刀看看 我才知道说 大孩子很辛苦 而且喂母奶更辛苦 因为他体力 还是要一直 那个营养一直在出去 然后他吃饭 吃饭也不能说 我们现在吃就吃 我煮个面 然后等到他能吃的时候 面已经烂了 对 你今晚烤啊 你要不要喂 就要先喂 那我就说老婆你真的很辛苦 我可爱你 你真的辛苦了 哇 你是不是因为他年纪大老婆比较多 所以你特别能够去体谅 我大我老婆11岁 所以能体谅 这个很重要 所以Paul是不是也这么会体谅 我老公其实是生完小孩后很体谅我 他在交往还没生小孩前 是非常的大男人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女儿 就是生的第一个是女儿 所以让爸爸就是 让我老公真的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哇 因为他真的 后这集也正在看 你们真的家庭都很和乐美男 是 这段你背很久了 这工商制度都要先讲出来 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是不夸奖他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好 就是他真的是为了女儿 就是变成就是原本是一个浪子 真的就是可能三五六日都在外面玩 我们都听过他的故事 对 但是生了女儿大女儿出现以后 真的在我们的关系中改变非常多 就是他开始会变成 从一个不会煮饭的男生 会把一个锅子 WMF的锅子 第一个开箱 他就直接把它烧坏 对 然后变成现在就是会烧一手好菜 然后变成就是什么 异国料理什么都会 然后就是帮忙做这些东西 像我怀老二的时候 尤其是几乎那时候都是他煮饭 比较多 所以他们 然后我就专金雇小孩 对 然后他可能常常也会 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会带我们出去玩 所以要把一个男人变好 就是生一个小孩 生一个女 还要女儿 还要女儿 要生女儿 因为第一胎要生女儿 一定要女儿 儿子不行 儿子会不回家 儿子老公会气炸